同一塊蛋糕 分別裝在黑盤子和白盤子裡 視覺效果不同 看起來食物大小夜會不一樣嗎 換上顏色更鮮豔的名額 黑盤 白盤 視覺上分量到底有沒有差 我覺得白色的 看起來比較大 旁邊比較亮亮的 然後看起來就比較大 都一樣 感覺起來都是一樣 它凸顯的那個蝦子的顏色 所以看起來有稍微比白色的盤子 好像明顯一點 底色是很深的時候 會focus那個蝦就會顯得很大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的那個 如果我們去吃那個長角蝦 就用那個黑色的 你就會覺得那個整個的海鮮 是非常的澎湃 美食家分析同樣裝亮色食物 黑盤子更有聚焦效果 才會覺得食物好像變大了 另外走進buffet餐廳 想吃什麼夾什麼盤子裝滿滿 但餐盤大小也有學問 日本作家舉例 如果餐盤從27公分縮到23公分 整體看來也少了9%的食用量 但估計消費者 乘裝餐點次數差不多 整體食用量就會變少 我們不把盤子做大一點的 那吃完再去拿 這樣的話可以保有食物的新鮮度跟熱度 今晚業者解釋不怕客人吃 但日本作家用心理學角度揭秘 用掃盤可能吃得也變少 至於盤裡的食物分量是多是少 可能是黑盤白盤 視覺讓你產生錯覺 三十分夢幻花圈數目一頭的